美国媒体都看不下去了 韩国总统最近一系列迷之行为与言论 真是让稍微有点历史观的人都大跌眼镜 美媒代表纽约时报 这就刊登了一篇不堪回首的韩国血泪往事 揭露了一段除大家耳闻过的韩国二战XX历史外 在二战后美国军事掌控韩国期间 另外一群被官方默认为伪军提供的XXX丑闻 这篇报道标题为被遗忘的另一群XXX 他们被韩国政府献给美国大饼 举账读后觉得很有必要分享给大家 听完之后也请大家评论区写下官后感一起讨论 1945年美国的原子弹结束了日本法西斯军国主义最后的倔强 朝鲜半岛重获独立 但半岛人民并未获得永久的和平 美苏对立将半岛拉入了一场旷日持久的朝鲜战争中 战争结束后 韩国在军事经济实力上明显落后于朝鲜 为防北方敌对势力 美军以联合国的名义留在韩国 而当时实力不济的韩国则更必须竭力留住美军 文件显示 1961年收尔周边人口密集的经济道认为 为了给联合国部队提供安慰鼓舞士气 迫切需要建立大规模的XXX设施 当然地方政府也默许私人招募女性服务人员 为美军提供服务以赚取外汇 据估计经济道管辖范围内的XXX人数达1万人 而且当时还在不断增加 这些女性为5万美军提供服务 纽约时报采访了这些女性中的6位 她们讲述了韩国政府如何利用她们谋取政治经济利益 然后弃之不顾 指责韩国政府有系统的暴力的扣押她们 强迫她们接受提供服务后疾病的治疗 其中一位造型女子 1977年17岁时 在首尔北部的东斗川镇 遭三名男子绑架后 被卖给了一个皮条客 即将就读高中的她 在接下来的5年里 没能去追逐自己的芭蕾舞梦 反而在皮条客的持续监视下 去附近的一家夜总会 为美军士兵提供服务 另外一位嫖性女子对纽约时报说 1975年16岁的她被卖给了一个皮条客 自己遭受了美国大兵的毒打和虐待 她反问道 我们国家与美国结盟 我们知道美国兵来这里是帮我们的 但这并不意味着 他们可以对我们为所欲为 对吧 1969年 尼克松计划减少驻韩美军人数时 韩政府着急了 此年政府向议会报告说 美军驻军 每年给韩国带来的商业收入 达1.6亿美元 当时韩国年出口额 为8.35亿美元 占比就高达20% 所谓商业收入 就包括在韩国属于非法的那些特定服务 而这些为美军服务的韩国女性 被绑架被工作承诺诱骗 一次服务的费用5到10美元 全部被皮条客没收 这些美元虽没有直接进入政府收入 但进入了急需硬通货的经济领域 这些女性得到了什么 也许只有韩国官员口中 挣美元的爱国者的美称吧 而美军呢 当年美军官员的工作重点 是保护士兵不感染疾病 因此这些女性必须每周接受两次检测 检测出问题者强制接受治疗 甚至由女性迎亲密素休克而晕倒或死亡 纽约时报也报道 近年来公开的政府文件中 没有任何证据表明 韩国直接参与了为美军军队招募女性的行动 而对于这些从事特殊服务的女性 根据韩国法院的裁决 包括前文所说的朴女士在内的所有人 各获得两千两百七十到五千三百美元不等的赔偿 这样的赔偿无法让他们满意 这些如今身心痛苦的历史亲历者们 正打算前往美国发起诉讼 几天前 韩国总统说 不会为了百年前的历史而让日本人下跪 赔偿要求也不再强加给日本 以换取日本接触对韩国半导体材料的贸易限制 他们看似赢回了韩国产业不可或缺的日本 但历史依旧会为如此的抉择给出最后的答案